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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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位家族遗传的 你可以帮忙我就解释一下吗 哦 原来你这回事啊 这你们就找对了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前五郎 你们这问题是很严重的啦 你们想要以后 你们身处的小孩子像怪物吗 那我就跟你来介绍一下 你们这是所谓的什么疾病 各位请稍等一下 那个炮后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这是怎样一个症状 你们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NTTS NTTS它全称就是 Nelotube Defense 就是有关于神经管方面的缺陷 而这缺陷呢 神经管是在第四周成长的时候 然后它的闭锁 不全所造成的 它的类型呢 分为两种 一种是Open 一种是Closed 它会产生的症状 分为三种 它一种是 一种就是所谓的分叉 Bibbificatio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部分无头 跟部分无脑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模式图 我们这个模式图呢 我们可以看明显看到这是我们所谓的Bernetra 就是脊椎 就是脊柱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包含了Spinal Cord 而在这就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它会有 长出一些毛 那这个位置呢 一般是在 L5到S1的区间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小朋友身上 有一些毛 生产出 那这就是说 这是Closed的症状 它的表面 生产出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 这是比较轻微的 那有的人是 称为这个叫隐性的症状 那它大概产生的几率有10%左右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那这下一张呢 它的Purameter 已经不是保持原状 它已经突出了 它是会保持到脊椎液的外泄 它这个症状会比较严重一点 可是这也算是Closed的类型 那我们先来看看 Open的类型 下一张 那我们这个Open的类型的话 就是Spinal Cord的 已经跑到脊椎外面去了 这个会比较严重 一般的小朋友 可能都存活不了 下一张 那这个 这东西是更新严重 因为 因为它在第四周的时候 它的Spinal Cord 最近没有长好 没有愈合起来 所以这一般来讲是 都是会流产把它拿掉的 OK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说 我们神经管生长的时候的状况 为何 那这神经管的动画的话 是一般在第四周 它会开始变成 生长 然后愈合 在第四周初生长 然后在第四周莫愈合 OK 那我们下来看看 它OpenNPPS的实际粒子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 是部分无脑的类型 有些人会称呼说 这是叫无脑类型 可是 一般来讲 这支称呼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叫 这叫部分无脑 那我们可以看到正面 觉得脑袋上面 好像缺了一些东西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脊髓液或是spinal pyrida 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子 它脊髓液已经出出来了 那又有分叉的类型 那我们可以再看到说 一般这种症状的小朋友 他在背后都有一个狼肿跑出来 那就是脊髓液填充在外面 来下一张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在如果是在尾部闭合不全 就像刚才的状况 那如果在头部闭合不全 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 画面看起来蛮正常 可是他其实上 他的头颅 是有 头颅是必所不全的 OK 这个部分让你们了解吗 我们可以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 那我们现在就介绍 你们的小朋友 如果不要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真正演出 看看你们如果真的生出来了 会变怎样呢 蛤 哈哈你找他好奇怪 很用头的 уд 哈哈哈哈 你看吧 这就是鸣鸣 好不然我没有闹 小妹妹 鸣鸣鸣没有关系 你看哥哥是分叉的 后面还飞一颗球耶 哇 超完喔 整个飞成球耶 你们三个 扣了喔 你看以后你们小孩子要像他们三个这样子吗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医生成了你救救我们 怕了吧 那你们就在产前 来做着产前检查吧 好 那就谢谢医生喔 我们夫妇果然前来做产前检查 那我先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 我们现在的产前过程的方式有哪两种 一种呢就是所谓的 amino test 就是我们会做羊膜抽水的检查 那它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在 另外 婴儿如果它脊椎有 问题的话 它本身会产生 alpha protein 就是所谓的AFP 那我们这个AFP的话 会泄露到羊水里面 那我们现在如果从羊水来检查 看它的量有没有过高的话 就知道我们的小朋友 有没有可能产生这种症状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另外一种检查 就是超音波检查 超音波检查 一般小朋友在第8周的时候 就会完全长成 那我们第一型的超音波检查 在第14周到18周之间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小朋友的头部 及它的脊髓状况 然后来看看这个小朋友的异常 来决定他们是不是正常的 那现在做完检查 那我们现在 现在就是帮你们介绍一下 刚才产检的结果 那我们看超音波产检的状况如何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胎儿 那这个胎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 头颅非常的清楚 这头颅非常清楚 那我们又可以看到 后面的脊椎 就是后面的白色部分 然后前面两只手 所以我们从这个头跟脊椎 可以确定 因为宝宝是 没有罹患NT NTDS这种疾病的 真是太感谢你了医生 OK 那你们就帮他我代产吧 在你们小朋友生出来以后 再来看看 OK 好 谢谢医生 嘿 两位恭喜啦 你们小朋友 健康 突然很出生了 哇 哇 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顺利的出生了 哇 这一切都要感谢医生的帮忙 那医生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还想生小孩 我们怕下一个小孩会变得不正常 那应该怎么办呢 嗯 其实这是有一个预防方法的 让你在产前 或是在生产的时候 多吐一些叶酸 那他就可以避免这些疾病 那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耶 那要是我真的不小心 怀出一个有问题的小孩 我要怎么办呢 哦 哦 这个问题啊 问得好 一般有种疾病的小朋友 我们一般在14周 跟18周之间做正常的产检 那这个产检的话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它流产拿掉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流产的方式有哪几种 那我们现在流产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12周以内 我们有一种叫真空吸引数 加子宫 或 扩发素的病友 那在12周到14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子宫扩栽素 那大20周的话 就是子宫切开素 那今天这种疾病呢 一般 诊断主管是在14周到18周之间 那一般会建议使用子宫扩栽素 可是这个子宫扩栽素 是非常危险的 它的方法是先把子宫撑开 然后用机器进去把胎额夹碎 然后再拿出来 那 那它的危险性可能造成说 以后这个妈妈可能会常常 流产或是补育 或是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有胎额中胎额 能够及早发现是最好的 可是 现境的技术来说 胎额在第4周的话 就已经是承经管 承经管会缝合 然后在第8周的话 已经完全成型 8周到56周的时候 是把它整体而放大而已 可是今天我们在诊断 一般都在14周左右 所以 当我们诊断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有这种疾病了 所以 流产这是不得已的方式 小朋友 好不难量喔 怎么这么厉害 刚出生就会战了 你要好好长得 像天使一样喔 不要长得像钟家里一样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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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